当然能网罗这么多的奇缘意识 也因为中国大陆有14亿的人口 但说真的人口多好办事 不过人口多也带来了异常拥挤的各类问题 交通就是最严重的影响 难怪新加坡政府最近做了一个相当引起世界注意的宣布 新加坡的交通部门有一个单位叫做未来部门 他宣布由新加坡的车辆实在太拥挤 因为他们希望在未来最快5到10年之内 就能把无人车推行到新加坡的街道上 事实上这些无人车已经开始进行测试 他们未来的任务将会在大中运输工机的一些中途点 担任短程的接拨工作 新加坡很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全城市 都是开始用无人车的国家 但是那一天来到的时候 整个新加坡的交通风貌也会大大的改变 的确无人车目前真的是一个国际之间 大家进行测试的主流 至少已经有7家公司投入了它的测试 而且可能在明年在美国就会真正进行道路上的行驶 无人车很好的主意 但问题就是你敢不敢做呢 我们来看看无人车的目前最新的进展如何 以及这种人为的心理恐惧 能不能克服 所以这就是没有手 没有脚 没有车 车都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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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手在车 车都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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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不用握方向盘 踩油门也抿了 黑色兵士车会自动即时上高速公路 在对于实际上路体验的记者来说 可没那么好玩 用干笑化解紧张 全程眼睛直愣愣盯着前方 尤其在这台无人概念车上 你绝不会想听到这个声响 差这么一点 旁边忙中的车辆就要撞了上来 紧要关头 电脑却宣告投降 麻烦驾驶自己用人脑化解危机 例如说 我比较选择 它会有办法 但我实际上 这人在车达到我们的车达 对 迷色泰纤维打造 车身充满流线未来感 事实上 兵士除了在传统车型 植入无人驾驶城市 还打造了一台未来概念车 方向还缩小 变成非必要 如此一来车内空间变大 座椅还能自由旋转 光用仪表面板 就能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操作各种娱乐功能 这张照片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照片 全都控制了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是一种互相互相互相互 这张照片的 这张照片 你都可以乘坐在一起 然后可以让这张照片 出现 它有各种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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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共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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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你会看到一张照片 显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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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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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宾市 BMW 本田福特 奥地 纷纷投入研发 无人自动驾驶技术 就连苹果也正在密谋一笑 匿名为Titan的i-Car计划 无人车成为重家必争之地 其中又以Google最为积极 冰市车这回改装上路 用的就是Google软体 然而能坐上无人车的 媒体并不是最优先 无人车就曾让 过去不能开车的人 享受到在公路上奔驰乐趣 成功买得来素 拿洗好的衣服 老先生随车到处爬爬 而他是位视障人士 你失去你的时间 每一切都会更长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但这个足以改变人类 生活方式的创举 经过五年改良测试 却迟迟不见实际上路 原因无它 只有启动和紧急停止按钮的 无人车真的安全吗 连美国官方也不信任 一个并不就足以摧毁 全电脑控制的无人车 透过网路远端遥控吉普车 就能让汽车从零加速到 四十几公里 甚至紧急下车 失控滑下边坡发生意外 更麻烦的是 无人车要是系统除差错 发生车祸 谁来负责 想想想这些车祸 你能够睡觉 你能够读书 你能够在某些危险的情况下 你能够在某些危险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未来 完全成立了 如果在加州测试无人车 六年发生过十一起小意外 但却声称 无论是遭测撞或追撞 教室责任都跟自动驾驶车无关 但要真是无人车判断失误闯货 驾驶人车场或是双方 看来都得承担 即便如此 不只是小客车争相投入 无人公车已经在八月底 首次在大陆亮相 大陆与通客运研发出第一台 他们叫做智能驾驶的公车 驾驶还刻意把双手放在脑后 他在郑州宽广的大马路上平缓前进 也顺利在红绿灯前停下车 但车上的乘客全程绷紧神经 没人有闲情意志欣赏窗外风景 或者低头把手机 而就在大陆无人公车亮相后 新加坡也在本周宣布 在明年底前测试无人公车 甚至要推出无人货车 如此一来电影《魔鬼总动员》 《经纪人抢人类饭碗》 搭配无人自动驾驶的情节 不远了 由于各国交通监管部门 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态度 人不明朗 推估是少要等到 2025年才有望全面上路 无人车能带来 更舒适便捷的开车体验 前景依旧看好 但在这之前 唯有成功跨越安全性门槛 才能让驾驶真能安心开车上路 就毫致过了 后生意见到 我们去做抢人家的安全性门 未经许可推出 前景依旧看好 感谢观看